大家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阿富汗方面的最新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对昨天坠毁的俄罗斯列英时飞行机组进行了救援 救下了4名在飞机失事的现场受删的机组人员 有4人,大家可以看塔利班公布的最新视频 那么有两名乘客死亡 那这两个人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夫妻 那么这个机组人员现在看有4人幸免于难 塔利班也公布了视频,现场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的残骸 那现在这个搜救工作啊,现在还在进行 但是因为这个山区交通并不便利啊 塔利班呢,现在呢,也在 对当地的山区呢,进行密集的搜索 俄罗斯呢,现在也在派人前往阿富汗 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呢,取得联系 那受伤的俄罗斯的机组人员呢,很快呢,也将返回俄罗斯 这是现场情况 今天呢,在伊朗方面啊,伊朗和伊拉克境内 那么伊朗的导弹呢,打击了伊拉克啊 库尔德·埃尔比勒 那这个视频呢,是摧毁阿尔比勒啊 以色列摩萨德啊,他的情报人员 伊拉克商人,派什拉夫啊,迪泽亚 他在埃尔比勒的住所的现场的视频 这次空袭呢,是伊朗啊 最大规模的对以色列特工啊,进行空袭 受到报复在 黎巴嫩啊,以及叙利亚对 伊朗啊,革命卫队高级直观的暗杀 这是当时打击的现场,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在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 进行大规模核炸 那当天晚间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导弹啊 一共呢,是四枚导弹 四枚导弹,击中了它的驻战 也非常清晰拍摄的 与同时呢,在以色列 今天的加沙北部地区的冲突呢 现在还是以轰炸为主 那在北部和南部之间地狭地带呢 以色列人呢,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以色列国防军呢,该在在该地区呢 进一步进行清理,特别是对地道进行清理 在汉尔尼斯呢,以色列军队前进并到达了哈马斯的训练场 这个训练场距离纳塞尔医院只有500米 那现在纳塞尔医院啊,是以色列的主要目标 加沙地带唯一幸存的城市拉法啊 现在呢,袭击还在进行 以色列人很快呢,将在这里行动 并建立啊 走廊控制区 在以色列北部珍珠党的恐怖分子呢 继续袭击边境地点和以色列的军设施 以军呢,加大对 黎巴嫩南部地区目标打击 红海方向呢 胡塞武装呢,向美国的邮轮啊 叫化学油漆兵号发射了导弹 这是在红海方向啊 新的一轮打击 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表示啊 该船被击中 但美指挥部未证实这个消息啊 也就是现在在红海方向又一艘美国邮轮重弹 我们现在没有获得现场的一个视频啊 没有获得现场的一个正式的消息 这是打击的现场情况 主要是在一个区域 美军的航母进行护航 亲伊朗的代理人呢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活动呢 有所增加 那么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亲伊朗 明明袭袭击了美军基地 包括埃尔比勒 那么还有一个叫卡米什利 卡米什利是 两个军事基地啊 都遭到打击 这个画面呢是以色列国防军啊 在加沙地带摧毁巴勒坦的地道 那这个地道呢非常长啊 20多公里 而且内部呢是安装有钢板啊 防化学武器 防毒气 防生化武器的大铁门 大家可以看 以色列国防军呢 现在主要还是在南部地区啊 南部地区对隧道经清剿 另外呢 还有呢 就是沙特啊 大家从这个图上也可以啊 沙特阿拉伯 昨天呢 对也门 萨达省北部 叫巴基姆边境地区进行了炮击 地点呢 是在这红点处 在这红点处 在边境地区进行炮击 不过呢 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细节 胡塞武装和沙特呢 没有做任何的反应 这次奇迹呢 很有可能是打击的无人区 沙特对野门的无人区进行了炮击 沙特目前来看呢 他的行动是为了激怒胡塞武装 也可能是为了转移啊 对红海的注意 那打击这个目标呢 并不是偶然的 巴基姆地区除了 有当地的居民点以外呢 从军事角度来看 它是边境地区的一块飞地 曾经由沙特资助的总统领导委员会 叫军队控制中心 就在这个方向 如果这个局势啊 完全升级的话 那么官方将承认的政府可能会向胡塞武装开火 这可能会破坏双方啊 沙特和胡塞武装之前不久达成的休战协议 问题是胡塞武装呢 会不会进行反制 胡塞武装呢 现在对沙特的很多的行动啊 是保持低调啊 主要是因为后面伊朗 伊朗并不想和沙特直接开战 也不想和沙特啊 因为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挑拨离间 和沙特真正的变成对对手 这样的话对伊朗和沙特都不理 所以可以看现在沙特呢 打击胡塞武装啊 胡塞武装相对来说克制 基本上不报道 跟没有发生一样 另外今天的美英军队呢 美英联军啊 也对胡塞武装呢 进行了新轮的空袭 美英导弹呢 袭击了啊 胡塞武装75人遇难 3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和士兵 6名真正党成员丧生 那这次袭击呢 本身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目前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几个建筑群啊 包括伊斯兰革命威队 在野门的驻地也遭到袭击 这个袭击呢 不太可能会改变啊 胡塞武装 那伊朗的船只以及胡塞武装本身啊 那在整个野门地区在空袭之前 他们实际上已经撤离了 所以很多对胡塞武装的大公共空袭 并没有起到效果 所以现在西方媒体说呢 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指挥部 但现在从俄罗斯的一些媒体来看啊 胡塞武装呢 是提前离开了这个指挥所 而且呢 美国打击胡塞武装 并不是真的要消灭胡塞武装 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并不着急 除了胡塞武装以外呢 在苏丹啊 今天也有最新的情况 苏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截至21号呢 苏丹啊 东非政府间峰会呢 已经结束 苏丹领导人 布尔汉 因为呢 与快速反应部队的主席 达格洛啊 同样被受邀请 那中部地区呢 政府军在捷吉拉省 目前唯一的控制城市呢 叫马纳基尔 双方呢 进行了激战 试图在东部地区啊 抵抗 快速反部队的进攻 这个战斗呢 主要发生在瓦德拉亚 从图上大家可以看 主要是在瓦德拉亚这个方向 但是政府军的进攻没有成功 苏丹武装部队损失了多件装备啊 最新的视频显示呢 有十几人被快速反部队俘虏了 而且这个俘虏呢 受到了非人待遇啊 非人待遇 同样呢 快速反部队加强在地区的侦察武装 现在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啊 实际上都发现了快速反部队 包括在高松路附近 捷布尔啊 捷布尔默亚周边这个公路 也发现了快速反部队 那政府军失去了从巴拉克啊 出发的主要公路 未来呢 可能会失去对森纳尔的控制 森纳尔可能会被快速反部队包围 那在南克尔多凡州啊 叛军在阿巴西亚附近啊 进行武力侦察 而且占领了苏丹武装部队的一些具体 与同事在苏丹西部地区 政府军 DRT啊 在尼亚拉机场也投入战斗 考虑到南苏丹的武装部队早已从其他地区撤退 那这场战斗呢 是非常令人意外的啊 首都地区呢 苏丹武装队进军恩图曼以后呢 步伐有所减缓 那现在控制线呢 已经穿越了 阿尔 姆拉达地区 那有关快速反部队战斗编队啊 突破的声明呢 现在并没有得到证实 此外互联网还出现了叛军啊 在申迪附近和穆萨瓦历史纪念碑的视频 除了破坏苏丹文物的指控以外呢 快速反部队已经间接的 接近了苏丹武装队重要基点 在此背景下呢 快速反部队发起了宣传战 那有关即将袭击申迪 申纳尔 喀图木 卡都洛利的材料已经通过互联网上传 下一步呢快速反队呢可能会发动攻击啊 另外呢也可能会利用互联网 对政府军在整个苏丹地区 控制区呢经恐吓 这是苏丹的一个情况 现在围绕着红海啊 包括埃及苏丹 埃塞比亚啊 也门大家可以看啊 中东 以色列巴尔塞 这个围绕着红海 特别是东地中海啊 现在这种争夺非常激烈的 黑海 东地中海 再到现在雅丁湾 印太战略 那么现在可以看 美国是打造了一个整体性的啊 整体性的一个中东战略来控制中东 并影响黑海 以及在印度洋方向 那美国现在呢 实际上呢 在重新塑造啊 中东的地缘政治 这是今天呢 伊朗啊 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最近消息 伊朗呢 现在对美军基地的大股膜轰战啊 现在呢 实际上没有开始 那么只是呢 对美军啊 在伊拉克叙利亚的一些 主要的军事基地啊 使用民兵的武器进行打击 伊朗自己还没有下场 但是我觉得伊朗呢 最后它是要报复的 特别是要报复啊 以色列 还有美国 对伊朗高级直观的轰炸 特别是在叙利亚大马射 那么现在来看呢 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 未来在叙利亚啊 和伊拉克境内这种 人员的渗透 包括这种游击战啊 或者叫间谍战 实际上会未来逐渐升级 我那也提醒在伊朗的华人啊 伊朗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啊 美国和以色列会挑动伊朗啊 国内的紧张局势 另外也会对伊朗高级啊 高级的这些作战人员啊 进行定理安杀 其实也会危害啊 伊朗的国家安全 这是今天的伊朗方向啊 以及在阿富汗 喀布尔的最近消息 后期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嗯